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367集 陈庆终于被他妈妈说动了 他闷闷不乐,本也是生自己的气 之前明明有那么多机会,他却胆怯不敢告白 现在夏小兰和别人处对象了,他能怪谁 但夏小兰有了对象,陈庆也忘不掉呀 年轻人的喜欢可能来得又快又简单 陈庆出师未结身先死,还是挺不甘心的 万一小兰和他对象又不好了呢 就像他妈妈说的,处对象又不是结婚 他不干恶心人的事,喜欢小兰是他自己的事 也不会打搅任何人 陈庆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 就真的爬起来跑去帮忙 夏小兰是带公羊来实地考察的 这不是室内装修,而是要结合周围的环境 来修这房子 公羊就很喜欢七景村的芦苇荡 七月份芦苇荡一片绿 河风一吹,闭波滚滚 公羊说可以入画 都是农村,这里的景比我老家强 玉南省也不算是水量充沛的地方 有像七景村这样临河的,也有比较缺水的 缺水的地方会更穷点,也别谈傻景色 公羊喜欢有生机的地方 河边的芦苇荡也给了公羊灵感 他觉得地方够大,在院子里挖个小池子 从沟渠里饮活水的想法是可行的 搞个小水渠,养几尾小鱼 一只几株芦苇种着 和七景村的大背景相应程去 陈庆不认识公羊,倒是见过李栋梁和葛剑 这两个操着外地口音的男人 说是小兰的远亲 实则对小兰很是恭敬 等公羊说完话了 陈庆才问夏小兰明天啥时候去领分数 哦,按照前两年的惯例 月卷结束的第二天 省招生办就会把分数线贴出来 咱们学校也会有人守在招生办外面 能够及时地查询分数 今年咱们学校是雷老师去月卷的 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姓雷 教英语的雷老师 也是语文老师齐老师的爱人 陈庆作为复读生 这些事了解得比夏小兰清楚 招生办在上午九点左右 把分数线贴在公告栏上 省台和省内各报纸的记者都会等在那里 第一时间报到玉南省的录取分数线 广播会播 新闻联播也会播 高考是全国性的大事 学校是让学生们上午十点去领成绩单 毕竟每个学校的成绩 也需要花时间抄录统计 上午十点 成绩能从省招生办 抄录到安庆县一中 已经很快了 这时候可没有电话查分系统 全靠人工抄录 陈庆觉得 明天九点前就该到校 咱们班还要照毕业照呢 分数一出来 考得好不必说 考得差的 哪里还有心情照相 所以毕业照 最好选在分数公布前 夏小兰也觉得有道理 那我也九点到校 咱俩明天学校见 陈庆微微失落 她还以为夏小兰今晚会住在村里 仔细想想也对 刘家房子都空了好久 夏小兰要是住一晚 还要打扫 不如回省城 7月15日晚 陈庆口中的雷老师 雷胜利同志 结束了为期五天的月卷工作 批改试卷的地方 闲人免禁 试卷也是密封上名字的 改完所有卷子 才会拆开登记分数 这样避免月卷老师 在遇到自己学校的学生 会偏心打高分 特别是语文作文 这样很主观的题 写的对月卷老师的胃口 可能打四十分 落在另一个老师手里 打三十分也说不准 雷胜利来月卷 每天都能有三块钱的补贴 三天拿十五块补贴回家 还是次要的 他可是肩负着替安庆县一中 抄录分数的重任 这么热的天 每天高强度的月卷工作 只为补贴 老师们不见得愿意来 但这工作是光荣的 也是进水楼台先得月的 谁也没有他们 先接触到高考分数 困的时候就点根烟继续熬 熬过五天 工作差不多就结束了 然后是拆分卷子 省招生办 干这个倒是很擅长 拆开密封纸条后 先以学校来分 再登记每个学校的分数 雷胜利没能捞到这个工作 他想第一时间看到 夏小兰的卷子的希望 没有达成 这天晚上 明明是很疲惫 雷胜利却睡不着 高考时 夏小兰的英语 还能拿满分吗 月卷的时候 没听见谁嚷嚷 英语有满分卷 满分卷是要小组 集体批阅的 雷胜利怀疑 夏小兰的卷子 没能分到他们这组 想太多也没用 明早就能瞧见成绩了 雷胜利在省招办 提供的临时住所里 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 同宿舍的老师嘀咕了两句 雷胜利才强迫自己躺着不动 免得打搅到别人 唉 这些同行哪里懂他的心思哦 小兰同学可是安庆一中 有史以来最有可能考华清大学的 学校的哪个老师不关心 雷老师限制颇多 而孙校长睡在自家床上 那是想怎么翻就怎么翻 一会儿叹气 一会儿又傻笑 他老婆终于忍不了 这个犯病的人 将他赶去沙发上睡 孙校长还阵阵有词 你这个女人 头发长见识短 你懂什么 她是替夏小兰操心呢 估五百八十四分 究竟能考多少分呢 那些批改试卷的老师 万一心情不好 这里少给一两分 那里扣点卷面分 那总分不就缩水了吗 孙校长暗暗发誓 夏小兰的总分 如果低于五百六十分 就算打上省招生办 她都要申请查卷 越是紧张的时候 夏小兰心态越好 心里有底 她晚上并不失眠 第二天七点半出门 坐车去学校 这一天 刘芬也没心思去店里 和夏小兰一起去安静 上午九点 夏小兰和刘芬到了教室 说是十点出成绩 可哪个考生不着急呀 夏小兰都算到得晚的了 玉南省的招生办外 已经等候了一批记者 他们等今年的分数线 也在等今年的最高分 这两者都是值得 好好报道的新闻题材 雷胜利也在等 九点的时候 有人喊了声 分数线出来了 雷胜利跟着跑出去 公告栏上白纸黑字 写得很清楚 重点线一批 494分 本科线二批 460分 专科线三批 427分 雷胜利第一个反应 今年的录取线 古人比去年低 第二个反应是 学校今年的孤分太准了 每个学校对录取线的预测 都是不同的 安庆县一中 今年特别神 孤的本科线就是460分 这对学生的报考 是很有力的 小雷啊 看你这表现 今年安庆县一中 孤分不错 认识的人凑上前来 雷胜利心不在焉 他看见记者们 呼啦啦往办公室跑 自己也跑过去 最高分呢 这最高分咋没出来啊 出来了 听说有点问题 正在复查 最高分能有啥问题 雷胜利一脸疑惑 招生办的人也是崩溃的 你们是不是瞎改的卷子 文科就不说了 玉南省的理科最高分 比第二名多了足足45分 这像话吗 是不是搞错了 在公布之前 申请复查卷子吧 我认识的认识人员